航空城問題工程顧問公司 我上任以後 航空城這麼大的一個計畫 一定會好好地加以檢視 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不會去侵服它 我不會用抄襲這兩個字 我說過這個計畫的性質 是在引進國外農業電子化的 先進資訊導入給國內的研究單位 參考引用然後幫忙推廣 所以這個是非常合理的引用 而不是抄襲 泰魯閣邊坡事故造成 午時時的營造兼造專案管理廠上 就是林童彥公司 同一批的董監事 開了這個子公司叫做 忠彥繼續的標案 這一家忠彥跟林童彥同班人馬 不同招牌 鄭文燦到現在查了嗎 我們發現呢 鄭文燦在七月底的時候 我們發現鄭文燦在七月底的時候 就開了一場桃園航空城的記者會 這場記者會呢 叫做安全夥伴的 圈市的記者會 在這個記者會除了營造廠商之外呢 我們竟然發現有另外七家的工程顧問公司也參與其中 而這七家的工程顧問公司除了上次我們發現有新竹 棒球場也包括台南的水利豆腐渣工程的愛意康工程顧問公司之外 另外我們今天又再次的發現另外一家公司叫做林童彥 工程顧問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其中 下一頁 那我們發現林童彥股份公司呢 過去 去年 有發生一個很重大的案子 就是 泰魯閣邊坡事故造成五十死的 營造監造的專案管理廠商 就是林童彥公司 而我們發現 林童彥公司 過去呢 在去年 之前 曾經在2018年 因為相關的 公地的監事主任 因為涉及有關品質的 這個公共品質的管理的正確性 經由高等法院判決 確定之後呢 在2015年到2018年被工程會列為拒絕往來的廠商 而這家廠商 在2015年到2018年被列為拒絕往來廠商 的時候 竟然同一批的董監事 出去 開了 出去 開了這個子公司 叫做是 中眼股份有限公司 中眼工程 出去 繼續的標案 這件事情 在去年 泰魯閣案發生之後 就在台北市 被高度的檢驗 當時候台北市政府就承諾 要把所有中眼標的案子 重新檢驗 那我們發現 從去年開始 台北市政府都在做了 桃園市政府 你到底在幹嘛 從2015年到2018年 這一家中眼工程顧問公司 跟 林童眼 公司同班人馬 不同招牌 在母公司 被勒令 拒絕 往來的顧問的時候 靜置期 竟然中眼工程還能在桃園 飆到這六大案 這六大案包括什麼 竟然包括台灣 桃園國際機場的第三跑道 還包括桃園機場捷運的改善委託工程 都是桃園市最重要的重大工程建設 這六案 總共 2.09億 請問鄭文燦市長 從去年 台北市開始查 中眼工程 顧問公司的案子 你到現在查了嗎 你到現在不只還沒查 你還讓中眼工程繼續在 2018年 11月5號之後 繼續標桃園的案子 包括 我們現在的陽眉 跟平鎮 一個13億 一個47億 的社會住宅案 難道 這個關乎民眾 最直接的安全的公共建設 不需要被重新檢驗嗎 下一張 所以我告訴這個鄭文燦 桃園航空城是國內最大的單一公共工程計劃 安全的認證有必要強力的把關 如果鄭文燦今天在做這個不只是10家營造廠 還有7家顧問公司接下來都要一起參與桃園航空城開發的這些廠商 都執意要列入拒絕往來的廠商 也不願意去查這些廠商過去的歷程 那這幾年的公共工人品質 難道 不能受到外界的檢驗嗎 難道大家 全體的市民不會擔心嗎 還是你準備卸任就要拍拍屁股走人 就像是當時候林志堅一樣 留下了有問題的工程 自己就跑去選舉呢 這都是鄭文燦 必須要出來面對的 那接下來我們蘇翠里蘇議員 要針對地上權查估的進度來跟大家說明 我想 剛剛看到 整個政府的這個 作業呢 其實是失靈的 一個 發生這麼大的公安事故的一個 建造廠商 竟然可以換一個招牌 原班人馬 不但可以標下 這個 台北 甚至桃園 可能全台灣 各個縣市 都有他們的 標案 拿到這麼高金額 特別在我們平鎮 這是有關 這個一號社會住宅 總共有47億 那楊梅呢 有13億的這樣的工程 這都跟民眾的 這個生活安全呢 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要求 桃園市政府 應該要儘速的 來做一次總體檢 然後為什麼 我們的政府可以失靈到這種地步 一個被 公共工程委員會 列為拒絕往來的廠商 他可以換個名稱 原資原位 原班人馬 繼續的 承包 政府的公共工程 而且都是這麼大型的 那我們更看到 這一次呢 他也是在我們的 這個航空城 這裡面 扮演的這個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看到航空城的 目前的整個開發的這個 進度 在 目前 110年度 我們看到 整個的預算呢 我們是編了 252億 但是呢 只執行了60億 所以他的整個執行的效率 只有23.89% 那代表的這個進度 其實是非常慢的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回顧啊 這個鄭文燦市長在104年的時候 是如何宣示的 如何宣示要在航空城裡頭 加速進行 然後我們看到 他這個 從104年到現在 110年 我們的地上 查估作業 還在進行到 復估的這個階段 還沒有完成 整個航空城的 這個查估作業 的這個工作 然後呢 在裡面的 公共工程呢 區分了10個區 然後10個區裡頭 已經開始 在進行 囤土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很大的疑問 這個囤土區 你究竟是怎麼做的 然後 會生會營 有很多的問題 產生 我們希望 這個 這個 桃園市政府能夠把相關的問題都能夠 講的 都能夠公開的 來做說明 然後講清楚 然後針對 為什麼一個被公共工程委員會 這個停標的這一個廠商 他還可以繼續得標 然後 消費不資啊 但是沒有看到那個具體效益出來